哈喽的大家好 前方为何在鸡飞狗跳啊 原来又是你的大收割驾刀 呃 又跟大家见面了啊 呃 大家又能听见我这粗犷的公鸭嗓啊 嘎嘎嘎的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 这个是这个牌位的视频结束啊 之前几期视频有重点给大家强调过这个神器的优势 不要以为水平高啊 就肯定拿什么破烂枪都能照略那些啊 所有拿神器的玩家啊 这不是现实啊 大家看我打牌位的视频对吧 不管拿G也好拿AK也好啊 那也多数都是拿着神器 也仗不在乎输赢嘛 对吧 图个乐呵就行 那牌位的话 那肯定还是来上分的呀 那肯定就想赢啊 想赢的话那 对吧 还是用神器有优势一点啊 那么像幻神加COP这么赖的枪 我也就不多说了 但凡水平好一点对吧 那个乱杀是比较轻松的了 说实话呀 我每次给大家发视频呢 不管发怎么样的视频 总有观众要来玩两下梗来调侃我啊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大家还喜欢玩一些合适的梗 我觉得没什么 而且我在多数情况下 也会跟着大家一起 觉得这个梗很好玩 很开心啊 在比如说一些游戏水平上面的话题 那有的水友说 我现在是个老年选手啊 还有的说 我系你的混戏 但是你是以前是开挂的 你只是现在不开人 还有的说 我现在就知道掠菜啊什么什么的啊 这些我都不会生气啊 因为我看的比较淡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我什么样的视频 都给大家发了 更何况 我前段时间换了鼠标之后 我一直没有适应的情况下 我还在造就给大家发的各种各样的视频 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了 我的游戏水平是还OK的 但是大家老叫我大菜刀 这个事情 我就很不满意了 你上期的这个视频 大家看见了没 除了刀背身的时候 有点紧张以外 我觉得我刀法还是比较OK的 上期视频 对吧 大家也看到了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外来因素 导致我刀不到人 就比如说 延迟啊 假刀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对大家长期低估我的刀法 这件事 我保留爆出的权利 怎么这样看不起一个老年游戏高手呢 打Safe这个游戏 我可是全能选手啊 怎么可能有一点不能呢 不说了 刀的人来证明一下我第十笔 其实Safe这个游戏 我最早是玩幽灵模式出身的 刀法是真的很不错的呀 不知道后面为什么 玩着玩着刀法 变成了这个鬼样子啊 我严重怀疑 是你们天天叫我大菜刀 给我活成声叫菜的啊 好了话说回来 其实今天的视频 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怎么区分这个游戏开没开挂 有的水友经常看我的视频里 有被骂外挂的游戏片段 然后就会说 啊 这些人太菜了啊 怎么见到厉害的就觉得是挂呢 然后有的水友又会跟这类水友说 哎 你别这么说啊 你要在对面你也觉得是挂啊 我自己要在对面 我肯定觉得这是挂 其实这个是没毛病的 就比如说我前天打的一把牌位吧 我和一个朋友双牌 他在中路吃了个提前枪被拘了 拘他的人在A门 我马上跳出来准备补枪秒一门 结果这个人他提着手枪跑了出来 并且又开出了提前枪 我刚刚跳在空中就被一发爆头了 我队友说 挂 挂 挂 我一看这确实也挺假的 然后到第二局呢 队友又在中路被拘了 然后我也着急出去补枪 他就正好躲了进去 然后感觉他不敢出来 我就切刀准备走 我刚刚切手刀来 他走出来把我拘了 当时我就觉得这也太假了 你不可能老是运气这么好吧 后来我就认真对待了 直接针对他 我拿上了拘 用打偷视的办法 就假跳假出 骗他开枪等 但是后来我们却赢了 因为我专门针对他 导致他下半场没有杀人 打完保存录像 我看了一下 真的是运气好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 也是有的 如果你的敌人老是稳定 且快速击杀你的话 你自然会感觉很假 感觉不可思议 怎么跟机器一样稳定呢 当然不是说被敌人打死就觉得假 这个也要看情况而定的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决定用轻鼠 不再用重鼠 然后我就去尝试了很多款轻鼠 那视频中现在这个片段就是 这里我本来准备打全自动USP的 结果这个鼠标按键好像卡住了似的 记得我当时不乱操作 不过还好稳稳的收下了 那段时间呢 我就老是打不过人家 但是我当时打不过人家呢 那是因为我自己这个发挥的问题 你换了个鼠标对吧 你操作你在试啊什么的 你就胡乱去搞 那肯定对吧 这个是失误的问题啊 你就不会感觉别人讲 所以这就是两个概念 哎呀 说了那么久 肚子好饿呀 我先去试点东西 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吧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饭后最好要刷牙 为什么呢 来给大家科普一些 这个牙科小知识 变异链球菌 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但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记住它 我们的口腔有数量 高达2000亿的细菌 绝大多数细菌无害 且对你的口腔有帮助 但口腔生物学中提到的 变异链球菌和粘性放线菌 乳感菌 这三种细菌 你得小心了 特别是变异链球菌 你看它身上带的致病因子 简直就是赤糖魔王了 它不到三个小时 就将你食物肠达中的糖分 转化成包外多糖纤维 再包裹住自己 就变成粘性强 酸性强的糖液 这些糖液再将变异链球菌 粘性放线菌 乳感菌 联合在一起 就变成牙菌斑 牙菌斑过了一到十四天 就会矿化为 你刷不掉扣不掉的牙结石 它附着牙齿表面的 就是你看到的黑点黑线 这说明你蛀牙了 牙科医院花几千做根管治疗 加烤吃牙 看看这过程 隔着屏幕 相信你也会头皮发麻了 你回顾一下整个做牙的过程 其实你是有机会避免的 三小时内 你清理完食物残渣 不给便衣练圈菌们机会 实在来不及的话 你就一天内去清除 像泥巴一样的牙菌斑 但怎么才能清理干净呢 用手动牙刷还是电动牙刷呢 不多说 你看看权威资料怎么说吧 先看专家做的实验 结果证明 电动比手动清洁效果强83倍 更权威的大学教材中也指出 电动牙刷在控制牙菌斑 又是非常明显 所以电动牙刷你得拥起来呀 那电动牙刷选哪家呢 我还得推荐你用我的老朋友 萌牙家的新药款 它有五大功能 我最常用的就是清洁功能 其震动频率高达每分钟38000次 碾压手动的300次 能够清除大部分的牙菌斑 如果粘性强的牙菌斑 你可以用震动频率41000次的抛关档 就像抛关机一样去除牙菌斑 其他三个功能也很实用 你自己看一下 它续航墙一年只需充四次电 功能强大不算啥 更强的是它们的质量 它们家的产品都经过38道工序检测 才到你的手里 让你能够买的放心 用的安心 所以萌牙家敢承诺你 两年内质量问题不用修 直接给你换新机 保你用两年 你算一下每天才多少钱呢 与其去牙科医院看牙 花钱又受罪 还不如买只电动牙刷 评论区有大额优惠讯 领完再买更优惠哦 吃饱了 萌牙家的产品合作很多期了 懂的都懂 有需要的看评论区的字顶 好 说回来游戏 其实我们玩游戏 特别是像设计游戏这种事情 因为设计游戏的这种外挂 都是防不住的 什么设计游戏都有外挂 你防不住的 那玩设计游戏的话 这个理解能力真的很重要 大家要知道什么是有可能做到的 什么是没可能做到的 你就能区分的出来 假不假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开挂了 那话又说回来 其实我的视频呢 每次发出来之后的这种短时间内 就比如说一天内两天内 大家的留言 我都会去看 所以大家的意见 我差不多心里面是有数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就留言就行了 能给大家解答的呢 我基本上都会找机会把它放在视频里面来跟大家解答 那前几天跟大家说的这个龙血M4的视频 我现在是还没有想好怎么做啊 大家也不要着急 然后大家提要求说想看什么枪想看什么枪啊 有的时候大家提的那种枪啊 我光是看的名字我都保了的那种啊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所以说大家还是提点正常的一枪械来给我玩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不知道大家还想看一些什么样的视频呢 视频的最后 自然少不了要低头音场一下子咱们的这个Safe业务 如果大家平常有需要Safe的日常任务和活动带打带坐带领的 都可以加视频左下角我的微信请兽区123 联系我们的客服带打带坐带领啊 另外全区大量收Safe点 大家有想卖Safe点想买Safe点的也都可以加我们微信 还有低价买英雄机武器啊 带打排位啊 新神觉醒啊 黑不是觉醒啊 带刷挑战啊 带刷徽战啊 等等等等的Safe业务有需要的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联系我们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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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